首先准备丁香鱼和虾皮一共30克 然后倒入清水浸泡5分钟 再准备一个去皮的胡萝卜 先切薄片 再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后装到碗中备用 再准备两颗小葱 切成葱花 装到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250克面粉 打入两个鸡蛋 再加一小勺盐 和适量的胡椒粉调味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把鸡蛋搅散 再少量多次加入清水 一边加一边搅拌 搅拌成像酸奶的粘稠度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虾皮控干水分 然后倒入面糊里 把胡萝卜和葱花也加进来 然后搅拌均匀 像这样就可以了 起锅开中小火 锅中刷少许使用油 然后倒入两勺面糊 用勺子汤的饱一些 烙至一面凝固之后 再给它翻一面 烙至两面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中小火2-3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美味又营养的虾皮早餐饼 就做好了 加了虾皮和丁香鱼 味道非常的鲜香 虾皮和丁香鱼的蛋白质含量 非常的高 远远高于鱼类和肉类 是孩子补钙不错的选择 如果给小宝宝吃 建议把虾皮打碎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